國外對於內地這次俄烏事件有很多不同的觀察 這個觀察就發現到和以往不同 原來西方的話語權在內地有很多市場 雖然也有工資出來辦聖母,不過影響力已經不大了 這跟20年前一大批從美國回來的所謂劉學生 當時整個中國上下對美國價值的崇拜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看回歐洲的媒體 德國之星用了一位評論員叫長平 這個人兄原本是中國人 背景有什麼呢?六四的參與者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背景是歐 這個人還在殘餘80年代 還在想這件事 這個所謂傷痕文學、專制社會 還是一個社會鬥爭的問題 這時候他覺得有一篇《德國師星》大言次次地說 現在國內這些網民對於俄羅斯非常之同情 尤其是他的現象 這個現象其實我也想說很久了 也都說過了 就是他們對普京 普京大帝 覺得很英明神武 第一,為什麼他會這麼受一些年輕網民 或者一些所謂有些 叫做憤青也好 或者叫做一些民族主義色彩的人也好 為什麼他這麼崇拜這個叫做 普京這位所謂叫做大帝呢? 第一,他們對美國是不假辭息 其實也不是 你看趙立堅也很不假辭息 整個外交發言會也變成一個這樣的交訓活動 Lecture you back 是不是? 不要Lecture me 你經常都Lecture中國 其實我們也不錯 實在也不錯 但是其實這些人很驚訝 因為他的出手相當之果斷 延遲相當之不畏忌 他覺得這件事 尤其是這次烏蘭事件 覺得這個澤林斯基 真的變成喜劇演員 或者喜劇之王 有很多不當的延遲 即是說這位長平 這位去了西方的所謂中國人 就看不過 你為什麼當澤林斯基 這個反戰英雄 是一個小丑呢? 實際上我沒有看完整個內地的網絡 那些統計 不過總之都很主流 就是說其實都很傾向 我想跟黨走這個路線 就是所謂華春瑩也好 華毅外長也好 哲立建也好 都很善識做一件事 就說我們對烏克蘭 對俄羅斯兩個國家的取態 就是我們希望和平 我們是中立 我們希望是滑船和平 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我們沒有說怎麼靠邊站 就是黨的路線 亦都說出北約東礦 這個才是始作勇者 才是整個世界觀 這個歷史觀的始言 就不是一些聖母所說 無端端有人跳起戰爭 於是就去大灑眼 就去大灑眼 好了 這位長平就說 現在對於俄羅斯支持的言論 很多人就被人變成英文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就是希望將這些所謂親俄的言論 變成英文 想在國際挑動 大家對中國的立場 大家對中國人支持俄羅斯 這種態度 起一種挑撥 如果不是我們會變得英文 非常不遺餘力 所以叫做大翻力運動 這位長平評論者 叫長平這位人兄 說你看得到 現在這個叫僵屍化 什麼叫僵屍化呢 就是說大陸洗腦的活動 叫Propaganda 這位長平先生 為什麼一開始是歐 大陸現在是互聯網時代 經過多少個世代 這位長平先生 我想都年紀不輕 如果你是六四民運那個年代 都應該是花甲之年 你真的有沒有留意到 你最近有沒有回到國內生活 你有沒有留意到 什麼叫做小紅粉 或者是一些年輕一代的網民 世界觀和歷史觀 跟你是不同的 你那個六四年代 是何其狹窄呢 是吧 現在為什麼不知道 整個美西方 不再用這個民主自由 或者自由經濟去包裝 成為一個叫做強國 必然強國 必然正義的一件事 大家很多年輕人 已經在互聯網時代 已經同識得到 那不是這回事 香港很多人 經常說什麼小紅粉 小紅粉 你就不是小紅粉 你是性母 你是小性母 包括男性 很多小性母 都是很好的教育 是吧 剛才總經濟 都說了 數了這麼多 一場血債 戰爭 是吧 都是美國西方 這個北約組織的 不要說小紅粉 現在是親俄 你們這些小性母又如何呢 所以說這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也都是樂得 看到這次西方 這麼看不開的 所謂的小紅粉 殭屍化的現象 正正是很反映到現在我們 所謂的國民的 認識和眼界 已經不同以往 我們不要再麻木 追隨這些所謂的 民主自由 投奪 可以換戴 我們沒有貪污 就是這個 民主自由 寫好說沒有貪污 說個個都很性潔的 個個都是平等和平自由 大人無事 出去轟贊 都是為了主持正義 當然這些是 已經是中了毒 這些才是殭屍 這些所謂的小性母 才是殭屍 這些是沒得救的 也無謂跟他們爭論 我經常說 你在香港經常見到很多 一些信息戰爭 無論是一些人出來 故意挑動 譬如醫護界和內地支援 這些事件 我們不應該跟他們辯論 也不應該走回他們的邏輯裡面 跟他們混為一堂 越是你走向他們那個 所謂言語的世界裡面 你等於越是支持他們 打輿論戰和信息戰 是需要走外線 外線的話 就是說 如果他們說一些 夾的道理 明明可能是歪理 你如果在爭論歪理 視正非的話 你等於是不斷和它 和它和它 不斷播放它的影響力 這個最終就做到 整個社會的注意力 變成一些 叫做數不清 或者叫做 辯論不完的一些辯論 最終大家得回來 你不會爭取到 一些被洗腦的人 會回心轉移 反而要令到 第三者 原本是比較中立的人 就可能被這些所謂的 就是叫做 過度的辯論 或者是這個 的訊息 是擾亂了 所以 就說 其實 其實這次 什麼小熊粉事件 或者你說說這些 就因為你需要做很多教育 需要走很多外線的工作 剛才我說的 整個發言裡面 就不是用新聞讀 六個為什麼 我陪給你聽 沒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 其實這六個為什麼 花不到整個 一個很大的教育 這個程度是需要外線去工作 需要去編寫一些教材 編寫一些即時的新聞 編寫一些即時的一些所謂的評論 沒有這件事的話 你收拾一些別人的 他在這裡和你廣東 你就和他廣東 人家在廣西 你當然是廣西的話 你永遠被人戴折袖 被人戴折袖 如果起這些信心戰來說 你一定是下手 即是說你不是高明的 必然你爭取得贏 你只是爭取回自己的支持者 而不能夠做到一個教法狀 所以這次看了出來 就說小熊粉事件 其實中國是做了很多功夫 其實我也看到 很多不同的所謂的專家學者 他們是聚取得到整個不同的史觀 不同的世界觀 他們是 譬如是陳平 譬如是溫鐵軍 譬如是張維為 譬如是司馬南 很多很多的網紅 他們很受歡迎 或者是黃鼎 黃鼎傑 或者台灣的賴岳 這些就是一些叫做教化的 這些就是提供一個正統以外 正統以外 即是西方原意 一種不同的世界觀 和歷史觀 遺憾這些就是國語 香港是不是需要做很多功夫呢 香港從不缺錢 從不缺愛港人士 愛國人士 這些工程什麼時候做呢 不做會怎樣呢 學校會變成怎樣呢 是不是繼續是那套東西呢 那些家長繼續在那裡聖母呢 學生家長是不是繼續走西方那一套呢 沒有辦法 我不說這套 還有哪一套東西 叫遲樣可以說到的 當然啦 現在都是在看著 很多東西 很多 很多東西 需要做 說回戰場方面 這個的巴士尼布森藍呢 有一篇的評論說起 美國和中國呢 將會在AI方面呢 將會有一個很大的競賽了 話說如是呢 就是說呢 這個的 之前我都講過了 就是 美國是提供了很多的先進的 防空啊 或者導彈 其中一個叫做彈弓刀 這個叫做 就像迫力炮一樣 砍開了這個 這個 無人機 它會展開機翼 就像無人機一樣 它的重量很輕 由幾公斤 到幾十公斤 即是五十磅左右 幾磅到五十磅左右 即是大小有不同的型號 砍一聲 這個飛出去的時候 它的機翼就會展開 然後呢 就好像AI 就用這個手藝人工智能 就是追捕偵測 偵測 偵測 法國島有目標 或者是有攻擊的目標 你就可以下面操縱 一按鈕 這個無人機器就會收回所有的機翼 變成一個苦衝式 就好像這個神風式炸彈一樣 百幾公里那樣就衝向目標 哇 那些的坦克和裝甲車就很可憐了 你看到吧 這些真是 所謂的 鋼鐵行流 你撞到這些東西 你真是不能走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高端的武器 好像美國 美軍對這些武器都偉莫如深 發展了不少時間 不過就是你很難知道 他詳情是什麼 總之這就叫做 介乎胡云基和巡邦資家 所以會動用到 你知是遙控 你 好像說這個所謂的遙距通訊 和這個人工智能等等的技術 是非常之佔這個比例 這個現在帶到一個問題來講 究竟現在中國和美國的AI 哪個厲害一點 那Bill Gates早幾年就說 中國不可能追得上美國的AI水準 不過呢 李開伏 曾經做過Bill Gates的馬仔 都是AI專家 他說不是的 2020年開始 中美的AI的形勢 可能是出了來 可能是中國佔先少少 當然啦 各線勝場 好了 不要說這些所謂的 就是專家爭拗 真是說出 真是美國的決策者怎麼看 那麼當時呢 早兩年呢 美國的空軍司令 空軍司令部 就找這個 美國的科技大坑 這個馬斯克 就是SpaceX和Tesla的老闆 喂 垂春的意見 因為他很厲害 科學官 科技官 問問他 如果美國想在軍事上 擊敗中國 這些問題 相當敏感 也相當公開 我們為什麼打敗這些中國佬 美國 需要怎樣 馬斯克說 需要 要激進創新 不可以走 傳統那一套 警戒一件事 就是說 美國經常都覺得自己的空軍實力很強 這些事情過去了 大哥 未來是什麼 AI無人機的時代 在島嶼的所謂彈弓刀呢 是一個小型的無人機 但是同時是一枝導彈 同一時間的話 我們不需要拿戰鬥機 如果你想去轟炸 想去拿制安全的時候呢 都需要用AI 用無人機 這個才是未來 所以就是現在中國的經濟 就現在和美國在競爭 如果將來中國的經濟 真的超越了美國的話 他的創新能夠高過美國的話 這樣就大件事了 你AI會輸 5G就是 什麼這個 魚動通訊等等 或者這個高速運算 如果都輸了的話 你起軍事力量 就真的很危險了 所以就希望馬斯克說 喂 真的要從這個人工智能 再從這個所謂的 創新研發去想 你不要再在那裡 覺得自己 哇 我們這些什麼隱形戰機 很厲害 哇 多餘啦 隱形戰機早點被人破解了 你那個 所謂雷達偵測 基本上 你又找人去拿 大而無當 弄一架無人機在你旁邊 或者弄一群無人機在你旁邊 那你就玩完了 所以當時你講到話 這件事很重要 那 去年10月 美國的國防部 有個前首席軟件的主管 叫做夏蘭 他接受了金融事部訪問 就說 美國已經是AI輸給中國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新聞 那他怎麼說 美國AI輸給中國 就是說 在未來10至20年 美國很難跟中國競爭AI的 那現在他在中國 除了AI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IT的領域 都是強過這個美國的 還有美國 就不要經常說 F35第五代戰機這些大預算的硬件項目 不如關注一下網絡 技術 還有這個真的人工智能 其實他見解跟馬斯克一樣 另外有一位權威 又是Google的前CEO 舒密特 現在是美國國防部的創新委員主席 創新委員主席 他也是在兩年前接受BBC訪問 就說 美國現在AI和其他的5G 無人架勢 智慧城市的發展不如中國 這些全部已經不像Bill Gates 和李開副這些所謂的專家 民間專家的所謂的對談 表達意見 以上講的這些全部都是美國國防部的專家 尤其是現在這個位置 可以稱為國師的一位叫舒密特 他覺得這個真的很多條件是不夠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投入GDP的研發的比率 已經是2.4%了 2020年 還沒計算 近兩年會不會增加 美國過往都是 科研是佔GDP的2% 現在就好像1%都好像 那麼大 消比市場 大家是有一個不同的落差 所以說舒密特就說 不是了 你現在一定要 嚴防中國的IT領先 如果中國的IT領先的話 他出中國彈弓刀 你真的不行了 是吧 可能還更加鬼 可能這個 出這個 AI的真是 中式的無人飛機 可能比你彈弓刀的 可能是相似的 你會很吃虧 真的 打起來 所以他們就 這個 舒密特就是 希望 要從中國的軟能 下手 中國的軟能 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半導體和芯片的製造 所以說 一定要滴水不流 完全要封鎖 對中國的所謂提供 所以說得很明 不要只要什麼 中美科技交流 我們什麼緩和 不要再說這些天真好笑的 沒有緩和 我們只要競爭 我們只要追求超越美國 這條已經是不去之路 不要再歌頌一些 什麼友誼 歌頌我們合作機制 這些事情 三年前說的都很合情合理 今時今日 尤其是 作為這個 中國的 決策層 或者中國的科技企業 都很明白這件事 很難走的 這裏 很多的禁制 很多的制裁 可能那些 屋局官員 去歐洲 美國 人生自由都不保 好像 慢慢走 因為打壓你們 不遺餘力 路很難走 也不能夠不走 也不要說 美國佔我們很多 不是很多 即是 AI 或者兩知力學 不是很多 咬咬一口氣 很快就有根證過 經濟如是 多幾多如是 分次也如是 去到一個平衡點 當美國覺得已經不能夠追上中國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享有優勢 目前未來這十幾二十年 應該都是 幾難走 和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照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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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